金刚义发现 自己多年来打在邪恋身上的钉子都掉落了 一时间深受打击 无法再战 于是两手直接就将金刚义封在一个结界里 打算自己跟石英去围剿邪恋 在漆黑的森林中 邪恋的邪气一丝丝的聚拢成为实体 两手和石英纵然没跟他交过手 现在还是会觉得毛骨悚然 周围飘来一股阴阴冷冷的气息 让石英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提醒两手 内魔物十分邪门 两手还是离他远一点好 可两手不服气 离他那么远怎么攻击他呀 话音刚落 两手抬手就将邪恋封在了结界里 可是随后 他眼睁睁地看着那邪气逐渐侵蚀的结界 没多久 竟然将结界融化了 邪恋悠闲地从结界里走出来 这时候 被困在森林里的金刚义十分沮丧 他想出去帮助两手他们 却无法脱离这个结界 可如果因此让两手他们失败了 自己不是罪该万死吗 那邪恋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能察言观色 准确地捕捉到一个人的心里 埋藏对身的政界 然后针对那个人心里 给予最精准的打击 而且长时间暴露在邪恋的邪气中 心里的承受能力本身就会变弱的 连他师父都不能幸免 两手和石音也恐怕凶多吉少了 因此必须尽快告诉他们这一点呀 其实两手确实被邪恋的邪气给包围了 他将自己困在结界里 他出不去 邪恋暂时也进不来 不过邪恋也并不想进来 作为风魔界公认的PUA大师 只要两手能好好听他说话就行了 于是他开始嘲笑两手 没想到乌森之地的守卫 居然是你这种货色呀 两手老大不乐意了 你以为我想当守卫吗 人家明明想开蛋糕店 当甜品师的 于是找到突破口的邪恋 十分开心地忽悠两手 那你不想干就别干呢 况且你也不是唯一的守卫 那个可爱的小女生也是吧 你俩应该是互为后背力量的关系 而面对着邪恋的喋喋不休 两手不由地恼羞成怒 大声斥责邪让他闭嘴 可邪恋才不打算闭嘴呢 在得知解解师不光两手和实音后 他继续说 在其他地方 是不是还有比你们更适合的解解师啊 为啥那些更适合的人 不能来当乌森的守卫呢 两手本来不想听邪恋废话 可是邪恋的话 好像能穿透他的心一样 两手不由地想起正手 他的大哥确实比他更适合守卫这里 可为什么偏偏自己是那个正统的继承人呢 眼看着两手陷入了自己的语言陷阱里 无法自拔 邪恋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猛地从后面接近两手 眼看就要对两手展开攻击了 实音下的大喊两手的名字 两手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这魔物怎么不想武刀而偷袭呢 这时候 一根钉子从远处飞来 正好插在了邪恋的身上 两手显显地逃过一切 在结界里的他 这才发现刚刚有多危险 他回过头 发现金刚义赶了过来 金刚义现在眼神坚毅 面容笃定 看起来已经满血恢复状态了 金刚义告诉两手 别跟邪恋废话 那家伙是最会蛊惑人心的 所以跟他对上的人 必须心理非常强大 绝对不能懦弱 这话让实音反应过来 难怪金刚义说话一直很强势呢 金刚义现在已经 不让两手他们插手了 毕竟师父说过 不能因为自己的软弱 而令别人受伤 而他也曾经发过誓 要遵守着师父的教诲 完成师父的心愿 坚决不动摇 可是金刚义的话音未落 邪恋阴惨惨惨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你可得了吧 你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那个黑铁只跟你一起待过三天 你们一共也没说几句话 你咋就好意思说自己是他的徒弟 更何况 那个黑铁也是一个 为了自己欲望 可以出卖别人的人渣 你还别不服气 因为那小子的心可是被我吃了 所以他心里想啥 我都知道 邪恋确实是 看透别人内心的一把好手 金刚义心里最大的结 就是跟师父相处的时间太短 师父临终前还跟金刚义说过 千万别学自己啊 金刚义陷入纠结 整个人呆呆地站在地上不动弹 突然 两手在后面朝着邪恋大喊 这家伙跟他师父的关系 是你能决定的吗 话音未落 两手和石音同时使出结界 石音的结界刺入邪恋的身体 他惨叫一声 就化成邪气消失了 这时候 金刚义还是有点懵 于是两手直接一个手刀 打在金刚义头上 你之前还让我们别听他的话 结果你自己不是还听得出什么吗 石音走上去安慰金刚义 不要什么事情都想着自己扛 我跟身边的这个家伙 都很会逞强的 所以别想抛开我们 咱们三个臭皮酱 点一个诸葛亮呢 现在要想的是下一步应该如何做 石音和两手现在是已经下定决心 一定要帮助金刚义 实现自己的心愿 金刚义提出自己要跟邪恋 重新建立主从契约 他拿出那个被两手偷走的大钉子 就用这个建立主步契约吧 这原本是用来最后解决邪恋的 用这个虽然自己负担会加重 但是契约越强之后攻击也就越有效 此时两手十分好奇 要怎么建立主从契约呢 金刚义突然侧头让石音和两手别多想 他随后笑了起来 表示只要将钉子钉下去 并宣誓自己是主人 然后让他下跪就行了 两手和石音一时间有点懵 他们都想起了女王发号施令的情景 两手觉得 这事石音女王很擅长啊 让石音立马与他吵了起来 邪恋又开始汇聚在了一起 面对身前的邪恋 两手与金刚义竟然携起手来 一个射钉子 一个扔结界 把邪恋又打得消散了 随后两人一边追赶邪恋 一边夸奖对方 金刚义夸奖两手 虽然进攻啥用没有 但是时机掌握得刚刚好呀 而两手赶紧赞美金刚义 虽然攻击软弱无力 但是看起来虎虎生风啊 石音在后面看着两个智障 不禁有点担心 他俩看起来都不太聪明的样子呀 最后金刚义和两手闹腾了半宿 也没有抓住邪恋一根毫毛 他们停下来重新研究作战计划 其实邪恋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的语言POA和邪气侵蚀 只要被击溃的心神失守 就会被对方吃掉内心 成为一具一脸茫然的尸体 两手于是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那我们也有同样的做法吧 用强势的说话 和奇妙的气氛反弹回去 只要我们的口号喊得够响亮 就不怕邪恋的POA洗脑 两手大喊我们的口号是 我们最行 时音感觉好羞耻 真想装作不认识他们呀 两手和金刚义精神现在高度振奋 两人一边互相斗嘴的同时 一边互相吹彩虹屁 两手很好奇 为什么金刚义的术对邪恋有效 而自己的结界 好像完全封不住邪恋 金刚义说 两手的结界是物理层面的强大 可是邪恋刚好是精神层面的攻击 所以两手拿它没办法 而自己的封魔术 是以钉子做媒介的 钉子中被灌入了一些契约和咒术 所以对付邪恋 就有一定的作用 两手这时有点被刺激到 他还以为金刚义是个笨蛋 根本回答不出来呢 邪恋被两个打鸡血的人 追得有点心烦意乱 他警告两手他们别得意忘形 两手却十分叛逆地表示 我就要得意忘形 我乐意 你能把我咋的 时音跟在后面都急坏了 求求你俩了 能不能离那个魔物远一点啊 他的邪气都快侵蚀到 你俩身体周围了 金刚义于是让两手后退 因为他熟悉邪恋的邪气 而两手倒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难免有点经验不足 可两手总觉得 如果不接近邪恋 就无法打败他 这话突然给了金刚义提示 是不是更接近邪恋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俩不怕死的小子 突然有点跃跃欲试了 结果他俩还没动作的时候 邪恋竟然变大了 他宁笑着对金刚义说 你还没搞清楚吗 让我强大起来的是 人类邪恶的心呢 就比如你的师父黑铁 真是格外美味 他真是太差劲 太美味了 邪恋随即又嘎嘎大笑起来 眼看着金刚义 再次被邪恋的话影响 两手突然出声告诉金刚义 或许因为自己是局外人 所以完全不会受到 邪恋说的话的影响 反正在他心里 黑铁的形象是 金刚义塑造起来的 与邪恋说的完全不是一个人 两手对金刚义是绝对的信任 所以无论邪恋如何诋毁黑铁 两手都完全不往心里去 金刚义于是突然得到启发 确实啊 只要他相信师父 就不会受到邪恋的挑拨了 师父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狡辩过 对于自己的罪恶 师父的态度是承认 接受 忏悔和弥补 所以金刚义大声坚定起来 他要坚定地继承师父的遗志 完成封印邪恋的任务 此时两手趁邪恋的注意力 都在金刚义身上 悄悄释放出结界术 将邪恋困住 而这时金刚义也已经 稳住自己的心 他终于知道 自己以前有多肤浅了 自己一直什么都不敢看 不敢承认师父内心阴暗的一面 以为可以装作看不见 觉得这样就是坚强 但其实应该是要向师父 学习接受一切呀 金刚义随后趁着邪恋 暂时被控制冲了上去 他仰手将一枚最粗的钉子 钉入了邪恋的身体 他毅然居然地站在邪恋面前 表示自己要承认邪恋的一切 然后就大声咆哮 我是你的主人 跪下 一阵猛烈的电光石火闪耀之后 庞大的邪恋 竟然真的缓缓给金刚义下跪了 契约已经定力完成 估计是从来没有像一个少年下过跪 邪恋竟然害羞的一阵风一样地 从结界里逃跑了 两手大惊失色 想赶紧去追 可金刚义表示 既然契约已经生效了 主人在这里 那孽初就跑不远 回头再慢慢收拾他吧 说到这里 金刚义和两手相视一笑 两人随后并肩而立 好像两个傻子一样 振臂高呼 我们办到了 石英跟在后面 发现这一集完全没有他出场的空间 这俩人亲密的根本 无法让第三者顺利插足呀 第二天在美术教室里上课的时候 两手一边画素描 一边脑子里已经飞出了教室 他回想起金刚义临走前的一幕 金刚义与大家告别 石英劝他不要太拼命 可金刚义表示 不拼命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会努力保住性命 让自己不死 毕竟师父曾教导过 不能轻率地放弃生命啊 两手翻着白眼 你就跟你师父一起待了三天 他咋对你有这么多教诲 金刚义表示 师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教诲 你有意见吗 两手自然没有意见 不过从侧面也体现出来 他师父其实挺画牢的 金刚义十分感谢两手 正因为有两手他才明白了 只有学会接受 才能让一年变得更强大 虽然只有百分之一吧 金刚义与两手紧紧握拳 两个傻子彼此献上了最诚挚的祝福后 就分开了 临走之前 金刚义突然指着天空说 你要是有需要 就对那颗星星大叫我的名字吧 两手和诗音一脸黑线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傻吗 回到家后 两手开始拼命练习 他想起了金刚义说过的话 坚定不移的意念就是力量 所以自己只要不停地想着自己要变强 就应该一定可以变强的 虽然风亦无森之地的道路有千万条 可是他就只会用结界术 那他就只能把结界术练到极致 争取成功修炼出专属于自己的绝界 两手凝神闭目将力量全都集中在一点上 于是身体周围黑紫色的气息慢慢出现 可当他想挥动手指 想释放出绝界时 却发现连一个影子都没有 两手又练习了半天 依然没有卵用 到底是自己的集中力不行 还是自己的意念不够啊 肯定都不对 而且既然大哥能行 自己怎么可能不行啊 两手找了半天原因 终于想到了一点 一定是那天释放那个大球结界的时候 自己晕过去了 没有亲眼看到那大球的盛况 所以影响了自己现在的发挥 两手还以为当时他释放的是绝界呢 于是他打电话给影公闪 毕竟影公闪也是当事人之一啊 影公闪接到两手的电话十分诧异 他拼命回忆那结界是什么样的 一开始影公闪也以为那圆球就是绝界 可后来他想了想 觉得一定不是 首领的绝界他见过 那是一个可以焚烧除了自己以外 一切东西的黑色恐怖大球 可两手当时的球并不是黑色的 而且虽然火黑被其消灭了 可在里面的自己却丝毫没有受伤 并且在里面一直觉得相当稳定 那大球总让人感觉到一切都恰到好处 完美的令人窒息 所以呢应该不是首领用的那种绝界 于是挂断电话后 两手更加懵逼了 不是绝界 那是什么呢 那是自己独创的一种结界术吗 不好 脑容量不够的两手决定不响了 先脚踏实地的练习再说吧 几天后 感觉自己结界术有了显著提高的两手 神气活现地来到了乌森之地值班 刚好迎面就滚来一个妖怪 两手跃跃欲试 打算试试最近自己练习的成果 他集中注意力将力量凝聚在手里 全力使出绝界 结果一阵剧烈地碰撞过后 两手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飞了出去 最后还是石阴将妖怪消灭了 两手从地上爬起来 感觉到无比丢人 自己不但没学会绝界 好像连普通的结界都没使出来 真丢人呐 班维忍不住在旁边嘲笑他 人家金刚一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开窍了 怎么你还越连越回去呢 两手表示 一定是绝界不适合自己 所以才老是使不出来 现在 他必须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绝招 总有一天 自己一定能用属于自己的绝招 将这个乌森之地封印起来 看着两手抓耳挠腮发毒式的样子 时音不由得有点好笑 但是他竟然有点相信两手 搞不好哪一天真的梦想成真的 我是黑白 下期见